新老人气男演员撞衫 王一博张哲瀚同款穿搭,画风各不同 凭借着一部电视剧,从而成为人气男演员 在娱乐圈这样的例子并不少见 靠着山河令中精彩的表现 张哲瀚成为了娱乐圈新近的人气男星 说起来也是蛮让人唏嘘的 张哲瀚本身就是非常有实力的男演员 靠着这么一部题材的作品成功脱颖而出 也不知道为他感到高兴还是难过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 这部作品给张哲瀚的事业带来了不小的起色 与此同时也有更多的资源选择 近日,让网友眼前一亮的是 张哲瀚在录制节目的时候 和王一博穿着同款衣服 新老男星的穿搭表现 自然是网友关注的焦点 首先,我们来看看张哲瀚 一身黑色的张哲瀚 很好地发挥了这件衣服的素目 说实话,张哲瀚这一身给我的第一印象 是有一些庄重 因为录制节目的缘故 张哲瀚的脸上没有过多的表情 但是从张哲瀚的状态来看 录制节目也是异常的顺利 面对镜头的时候 张哲瀚给人的感觉也是非常爽朗 相信很多网友看到张哲瀚的这一身装扮 都脑补了一场大剧 不得不说 人红养人这句话还真不假 如今的张哲瀚给人的感觉 和之前差别很大 同样的长相和穿搭方式 竟然由内而外展现了一种自信 不少网友隔着屏幕也感受得到 看得出来张哲瀚这一身的状态 还真是让人有些喜欢 相比张哲瀚的峡谷先锋 王一博这一身给人更多的感觉 还是仙气飘飘 讲真 看到王一博这一身的时候 我第一感觉就是 摄影师实在太会拍了 王一博本身不算是自带仙气的男星 平时的画风也是时尚元素居多 但是这一身竟然让人很容易 就get到王一博本来的仙气 不做作的表现更是让不少网友 很喜欢这个男生 而且王一博自带的气场 让人很容易感受到写真的氛围 真的非常有感觉 由于两位男星都是娱乐圈 比较有人气的演员 加上两个人都是演同类型的作品 被大家熟知 但是又同时穿了同款衣服 自然会引起不少网友的比较 说实话 看到两位男星穿同一件衣服 我着实感受到这件衣服 在两位男星身上的不同表现 张哲瀚很明显就把这一身衣服 穿出了江湖剧的感觉 就像从文的侠客 有自己一身的抱负和理想 王一博这边 则是把仙气有了一个比较完美的诠释 摄影师也特别能发现王一博身材方面的亮点 恰好好处地利用光影和喉结 不管是构图还是呈现的效果 在我这里都满分 因此要我选出谁穿这一件衣服好看 我还真有一点难以抉择 毕竟两个人的画风都不一样 呈现的效果也不太一样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 王一博张哲瀚都穿着挺不错 算是两种不同的打开方式 话说回来 关于王一博张哲瀚两个人的发展 也有不少网友做过预测 至于谁更好一些 这里也没有明确的答案 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 王一博张哲瀚目前都在往比较好的方向发展 只要不犯原则性的错误 他俩还能红上好几年 而且让网友觉得非常欣喜的是 王一博张哲瀚也有机会合作作品 两位实力男演员标系的场景 相信很多网友都很期待吧 最后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在我看来 两位男星对这件衣服的诠释都很nice 相信很多网友看了两位男星的穿搭 心目中也有自己所喜欢的 张哲瀚的侠客风骨 王一博的仙气飘飘 你更钟爱哪一款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杜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